很多人的手机里都有手电筒的照明功能 但却不知道这样简单的使用手机 却可能引发火灾 大陆江苏一户人家大清早起床 突然发现厨房里的煤气泄漏 瞬间整个厨房陷入火海 还有浓烟不断从窗户冒出 消防人员赶到花了半个小时 才把火势熄灭 厨房变成一片灰烬 消防人员研判 可能是当时使用手机照明 引发了火灾 煤气在密封的空间里面 如果说达到一定的浓度的话 手机在使用的时候 在炒灾情况下 它会产生一个电磁波 然后这个电磁波就很容易引发火灾 一般加油站禁止使用手机 就是担心手机引起爆炸 虽然对于电磁波或电流引发爆炸 仍然没有定论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 使用手机时格外小心 记者代理综合报道